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电影,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我们介绍一部小伙伴吹了很多次的电影 叫德古拉元年 相信看到德古拉这个名字 很多人脑中都会闪现做 一幕很聪明的一位吸血鬼人物 而德古拉元年 你可以理解成德古拉如何成为吸血鬼的故事 满满的奇幻之感 15世纪中叶,土耳其苏丹征召一千名 特兰西瓦尼亚的男孩来增强他军队的战力 不断的战斗,不断的训练 训练成为无敌的战士 而这些人中有一位叫弗兰德三世 最为让大家恐惧 也叫穿刺公 当然也是后面的德古拉 而最后他也夺回了自己的城堡 重新当上一名王子 一次在树林边 他们发现一个帽子 而这个帽子明显是土耳其 哈姆扎被手下侦察兵佩戴的 而帽子是被水流冲下来的 最有可能在断尺山那边 为了查看情况 德古拉和两个手下一起去断尺山查看情况 在一个山洞内 并没有发现土耳其的士兵一类的 反而发现了满地的碎骨头 而自己两个手下 还被一个不知名的怪物袭击了 德古拉也是险下皇身 回到城堡内 从其中一个人口中得知了 关于这个怪物的真秘密 原来他是初代吸血鬼 因为魔鬼欺骗了他 虽然吸血鬼获得了超强的能力 但是作为代价 他只能待在黑暗中 和他也只能找到替代者 才能走出山洞 但是一切的改变 还是因为土耳其现任国王 想要一千名男孩充当兵力 锻炼他们如最初的德古拉一样 甚至还有德古拉的儿子 不得此事 他甚至却找了土耳其的国王 那位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兄弟 可是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兄弟 我就是要一千个男孩和你的儿子 并让你的儿子跟在我身边 已是忠诚一类的 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 和那一千名男孩 不知己曾经的后城 他干掉了接送儿子的几个土耳其士兵 最后准备反抗土耳其国王 但是以其城堡五六的战力 怎么可能有办法 所以他想到了曾经在断尺山里面的吸血鬼 最终他来到了这里 和吸血鬼老头定下了赌渊 因而起血获得了超强的能力 但是三天内 他不能吸食别人的血液 不然他将永远变成和他一样的怪物 之后他昏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后 军队已经在进攻城堡 所以救了德古拉赶回来 以一人之力干掉了一次军队的壮局 这是真的太霸气了 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开始慢慢变成一个吸血鬼 慢慢开始无法控制自己对血液的吸引力 这本身就是他的弱点 也在山下遇到了个黑衣人 证明想要奉献自己血液的吸血鬼分支 准备奉德古拉为主人 不过德古拉却拒绝了 他还在想着怎么干掉土耳其庞大的军队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德古拉的妻子发现了他的秘密 他害怕阳光 会灼烧起皮肤 并且嗜血会不受控制 还害怕盈气 可是在这场大战中 德古拉一直在克制自己 但是后来还是被发现了 甚至最终被修饰驱赶 甚至准备干掉他 而大家开始害怕他 可是德古拉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民 即使大家用火焚烧炭 也是如此 反而只要德古拉坚持三天不吸血 就能恢复人生 在最后一场大战中 他首相披靡 控制着成群的蝙蝠袭击军队 当时卑鄙的土耳其国王 派人伪装成城堡的士兵 逼迫他的儿子和妻子 最后带走了他的儿子 并打伤了其妻子 而德古拉的妻子最后坠下城堡 此时的太阳要出来了 他也将失去力量 就是在最下城堡这一点点距离 他终究救不了自己的妻子 最后暴怒着他 答应了临死前妻子的愿望 引起妻子的心血 被勇士诅咒成了吸血鬼 并把城堡内被杀害的人 变成了第三代的吸血鬼 最后对土耳其军队展开了殊持大战 不过不用想 虽然这边人数少 但是毕竟太强悍了 而土耳其的国王 用德古拉的儿子 胁迫他 在银币上战斗 最后的结局也可想而知 他干掉了国王 而在德古拉引血的那一刻 初代吸血鬼的封印 已经解除了 他走出了山洞 但是让德古拉没有想到的是 干掉了军队 那些被他变成三代吸血鬼的人 想要袭击自己的儿子 所以最后他选择和这些吸血鬼同归一剧 在初生的太阳下 他控制着乌云散开 自己在太阳的灼烧下 和儿子告别 只是德古拉不知道的是 他的尸体 最终依然被那名黑衣人 用自己的鲜血复活了 德古拉的儿子也登上了王位 而时间带我们回到了现代 德古拉遇到了和自己很像的一个女人 也许德古拉的故事还没有停止 而初代吸血鬼还跟在他的身边 接下来的故事会怎么演 我们也不好说 但是德古拉 他为了保护家人和战斗 一怒为魂炎 他自甘堕落获得黑暗力量 但却一直坚守心灵最深处的正义 巨石人血甚至不惜智慧 恶魔也有成为恶魔的理由 有的时候也许恶魔也有天使的一面 也许恶魔就是天使 天使就是恶魔 毕竟人性就是如此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